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之林不只是大美人,還是大富婆 他向來喜歡名貴珠寶 決定趁今年60歲生日,宣布與街市德合作 國外51件總價值約1億港幣的私人珍藏珠寶飾品 未來11月28日在香港做私人拍賣 部分收益會做慈善 其中最貴的就是這顆12.64卡 緬甸天然紅寶石鑽鑽 價值超過3200萬 米蛙,看看今天這新行頭 15卡鑽石鑽子 大約10卡紅寶石鑽石耀環 和22卡紅寶石鑽石吊頸鏈 加上約值4500萬港幣 是不是好善呢? 芝芝在之前9月24日過60大售 他約好朋友,飛了轉巴黎旅遊慶祝 真羨慕死人 本來我打算不想慶祝這個旅行 但是想低調些 或者跟朋友去吃飯 誰知道他出去了 剛好宣佈寧家山 說我開心讀巴黎旅遊慶祝 所以這是生日禮物 那會否說之後 現在寧家山會否繼續繼續去多些 當然會 有沒有說想去哪個國家? 其實很多地方都去過 不過就看看你和哪些朋友一起去 這是很重要的 不去都不重要 因為香港其實我經常和朋友聚會 都很開心 只不過大家困了三年 或者是有些朋友都出過去 但是因為要寧寧也是挺辛苦 所以現在是一個好消息 大家都出去玩一下 是現在年尾了 我想很多朋友都有很多計劃 是否想過一個白色聖誕? 我沒有想過 但我知道這個白色聖誕 很多人會出口 所以我可能會在香港也不行 轉回香港 現在入境隔離政策變了0加3 對香港人來說 真是世紀福音 終於不用被迫 對著酒店四面牆 如世隔絕的生活有多苦悶 智智很明白的 我試過一次 在房間做運動 完全沒有做 只是做運動 因為那次是因為要做事 所以一定要迫著 一定要控制 但也挺辛苦 所以我明白很多朋友 做事到處飛 是很辛苦的 希望疫情快點過 再沒有隔離這回事 大家可以遇上四處去 來吧 再往多多數